我最近7月份去了甘肅做事 出差 其實甘肅這個地方我沒有去過 我出差做什麼 我有個客人是大陸人 他在深圳做事 做了十幾年 他本身的老家就是甘肅 甘肅其實以我所知 我沒有去過 就知道他是一個很窮的地方 全中國來說是一個比較窮鄉僻養的地方 黃土高原 這就是甘肅的地 其實全部都是見不到水的 水源沒有資源的 全部都是山的 所以他叫黃土高原 還有那些地方很多人住在窯洞裏面 窮人才住窯洞 沒錢人才住窯洞 有錢人住屋 所以那裏是很多很多窯洞 初初我聽什麼叫窯洞 住山洞 不是吧 住山洞 原來真的以前古史人 好像原始人 原來真的住山洞 會不會夏天熱死 冬天冷死 原來不是 原來真的冬暖夏涼 這麼神奇 原來是福地 去到那裏 我和他搞三份上的事 他祖墳要遷移 政府收回他要遷移 去看地 去策劃 怎麼做 當然做完這件事之外 當地的風土人 其實我最喜歡的 就是去認識一些不同的地方 新的地方 去探討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神神怪怪的東西 或者是在風水上 文化上的東西 我很喜歡這些東西 還有看古舊的東西 我很喜歡的 然後他幫他做了所有的東西之後 做了一些墳墓上面的東西 然後他跟我說 我們當地有一個專門做棺材的地方 一個店 他說 你想不想去看 我說 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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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哇 那裏師傅的雕工真是鬼虎神工 他說 怎麼鬼虎神工 好像那些挑剋品那麼厲害 哇 是不是啊 如果你不怕 我就安排時間 然後帶你去 都有很多故事 他說這個地方都是一個朋友的家 這麼正 哇 家裡挑棺材 那家裡有很多棺材 很突然害怕 其實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他自己 因為甘肅地方其實是一個農村地方 多數是農民來的 那麼他農民屋都是四合院這樣 前面四合院後面就種田種地 一般他的設計都是這樣的 那這一戶人家就是他那些 有親戚關係的親戚 那這一家人 先後死了三個小朋友 小朋友 先後死了三個小朋友 然後家人就整天撞鬼 看到靈兒的東西 後來就不住了 即是不想住 後來好吧 不如租出去 他們那些地方是很大的 租出去發省人的村子 看看哪些人租 這麼奇怪 就有一個做棺材的師傅 就是人家祖傳的 做棺材雕刻的店舖的師傅 然後來找他 然後想租你的地方來做棺材 然後旁邊就想做一個門市的 因為他們當地的屋子 就是前鋪後居的 後居之後就是種地的 那個報告是這樣的 後來我那個朋友的親戚說 哇大哥 大家是甚麼棺材 當然不租給你 後來他說出很高的租金 就說你租給我吧 我出很多錢租 後來他心動 反正他也不想在那裡住 又死了那麼多人 死了那麼多子女 然後租給他 一租一年就租得差不多 他好像簽10年合約 我去那時候 即是今年去 其實之前已經租了七八年了 租了七八年了 去到門口 全部都放在棺材板 進去後已經 哇 未進去最重要的工場 那個感覺已經開始慢慢 即是入口就入口去 還要去呢 點幾兩點鐘 很有壓迫感 壓迫感 有沒有頭痛 沒有 未開始頭痛 未進去在門口 然後經過那些走廊 然後直接進到裡面 對ative裡面 收到內緣 哇 進去的時候開始都來了 很陰陰了 陰邪的氣便逼出來 頭痛一下 然後 那個同學說 工場在這裡 然後 過去從了工場 哇 不得了了 那些 好像舀趾的勵 那些 呃! � 까 麻痺的 冰口 甘邪的地方 如果是小東西的 例如一個半個靈體的 就不會那麼強 很多那種力量 我還沒試過這麼厲害的那種壓迫力 我可以出一些照片 這裡就是我去整棺材的工場 一進去這間房間 那種壓迫力 整個人那種陰氣 簡直是逼過來的 可以出到另一個場 我去到當然想 哇 羅間 當然是看看 我心想去到這個地方 我一定要印證這些地方有沒有靈界 你知道我們學這個 之前我試過 告訴你 今次學會 十月十四 晚上就看看羅間有沒有轉 我就說好 帶你去做實驗 我最喜歡做這些實驗 去到羅間看 空亡線 接著羅間一拿出來的時間 在這間房間 簡直是不動 定了針 沉了針 已經很厲害 那種能量的氣場 吸住了 它動不了 已經知道 不妥了 很厲害 自己的外來感覺 再拿羅間看 百分之一百 不能走 空亡線 接著再拿第二張照片 回到正面 這張 不是 這張是正面的 這是工場做事 戒板 整棺材 很多椅板 是浪棺材版的 我感覺到那個氣場很強 就是在角落頭 正在角落頭的地方 是這幅 這幅 左上角的棺材尾 就是在入口旁邊的牆 我再看一些東西 其實可不可以放大 其實在那裡 其實有一堆靈體 在後面 百點百點的 你可不可以放大這張照片 將角落頭 拉回來 再放大 再角落頭 其實是有一堆 白點 白點 其實我用相機 再放在那些人頭 看完那一堂牆 拉回後面 對 這一堆後面那一堂牆 是有一堆東西在那裡 我看不到東西 現在看不到 你現在上了 但現在頭痛 現在我也痛 是不是 我就頭痛 我現在有感覺了 你也有感覺了 是不是 是的 我已經手在麻 那裡已經 那裡已經 這個是我的很好的經驗 這個就是告訴你 這些靈界最喜歡到的地方 其實是很聚的 靈界 通常就是說 人死了之後 可能有些是游魂野鬼 又頭不了胎 那怎麼辦 通常要找地方棲息 人死了 因為他的觀念 就是人在生的時間 人死就要做棺材 其實這個意識 現在是下意識 我才知道自己死了 那我當然要找個地方去睡 最好就是找棺材 如果說有棺材 每個輪住在那裡 找回一個屋 但是棺材是賣給別人的 但是未賣 未賣之前可以先睡著 對呀 對呀 不是睡天橋 人一樣 因為沒有地方睡就睡天橋 所以這些是最靈界的 所以我要實現實證 羅家自己的感覺 再看照片 在研究 在學術上的角度 去研究這些靈界 或者在科學上的角度 我們用羅間科學 身體的感應上 解釋不到 這件事 幾件事加起來 其實可以印證到 這件事的存在 難怪 業主有三個小朋友 在意外過世 因為這間屋都坐在空亡線裏面 是的 是否其中一個原因 沒錯 可能又這麼巧 這不是花園來的 這些小朋友會不會 整個跑來跑去玩呢 不是 其實之前的屋主 因為以外其他原因 這小朋友先後死了幾個 是 所以這間屋 小朋友離開了 又沒有去做超渡的 他的靈魂 現在逗留在自己的熟悉地方 通常都是在家裡 各方面的 所以他經常遇到 一些靈界的家人 就是這個原因 久而久之 大家都害怕了 又不會去解決方法 剛好遇到 這些幽靈的地方 人家可能會叫他做生意的人 帶他過來租屋 其實這是一間屋 叫做整齊 外面走廊 其他到後院 全部放在這些木 那個營 看上去的那種觀感 更恐怖 如果到黃昏 嚇死你 一個人嚇進去 你真的嚇到雲飛拍散 他是剛剛租了很久 已經做了七、八年了 哦 那間屋本身的舊貓已經不見了 被他們的棺材板遮住了 我們還有一張照片 就是棺材板 他們做的棺材是怎樣的 很厲害 把所有的棺材都收拾 這些是木 很多塊木合在一起 是呀 這是一些高級的東西 你看看雕刻 放大雕刻的地方 中間 我看到有一間屋 不是 這是壽星宮 下面有些屋 其實這是全部的棺材的前面 你看看 那種雕工 是不是好像在工藝品 預畫 很漂亮 是不是很漂亮 你沒有問過價錢 有 不要說這些 不要說價錢 我現在說 說這些工藝品 還有棺材 那些我們試口 好啊 之後你告訴我 其實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中間的過程裡面 原來就是這麼恐怖 但是出來之後 它有一個效果 因為以前古時的人 是很迷信的 中國人是很迷信的 民族 人死後希望給他一些最刺激的東西 比如說 他有八仙的 福六壽 譬如我們往生了 死了之後 起碼要上仙界 上天界 永遠不會想他落地獄 所以都會有些神仙 傍著他 那些棺材全部都是仙女 神仙 那個雕工 就是想他上天堂 是的 上天堂 不要落地獄 那些人就唯有獸衣 獸痞 這件事就出現了 是的 其實歷史 如果說棺材歷史 很久是歷史了 去到差不多周朝以前的 石器時代已經有 有石棺 還有棺材以前 以前 名門望族 或者皇帝皇 或者公喉伯爵 他們是有角的 官角 以前叫做 這個棺材 這個棺材就是木板 四塊板 叫做棺 角就是 在外面再套一層的鐵 包住他的 那些陪葬的 我以前去西安 在我歷史博物館 就看了 有一些是 去唐朝的時間 有一些 在某個地方的地方官 那些是叫胡人 就是等於新疆人 他們來到這裡做官 然後死了之後 他們要 要獵葬 他們很有趣的 古時的念葬 是有個官角 就是 裡面有棺材 就是他寫了之後 在那棺材裡面 裡面還有一個角 就是其實 他有一些東西包住 那裡面 外面就要寫光 他這個人的背景 就是好像 他一生人裡面 他是做了什麼 他現在是什麼官位 他以前是怎麼樣 那個家境怎麼樣 那就是 寫了一段東西 簡介他 那個棺材是外面寫的 就是告訴你 這個介紹這個棺材裡面的人是什麼 以前古時已經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這個棺材文化 是很長遠的 在中國來說 不過現在沒有了 大陸又開始 說是要港環保 就不給土葬了 開始全部要火化了 大陸也是 不過在農村就沒有實行 在城市 全部開始一路一路 一路一路改變 現在全會火化的 新的那些全都是火化 舊的那些偏遠的地方 像現在的甘肅 那些鄉下的地方 就可以仍然土葬 是的 可以仍然土葬 當然了 現在的 連深圳 廣州 有一帶都是 個個的樓都這麼貴 哪有位置給你土葬 是的 就唯有領化鄉下 或者是郊區市 郊區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 住在鄉下的地方 會好一點 仍然都還有土葬 他們的土葬是有趣的 他們沒有山的地方 不多 是平原的地方 通常是草地大平原 在自己的範圍 自己家裡的後院 就這樣撞 即是他們沒有風水可言 沒有風水可言 總之有個地方 是沒有墓碑的 不會立碑 只是棺材在田園中間 然後用泥土蓋住它 這樣就當作霧 是這樣撞偽地的 我想以前很多年前的香港 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住在大美督 在我家附近一帶的地方 我都很熟悉 我以前租住過一間屋 起碼六七年前租住一間屋 永遠進去 我以為那裡有棵樹 種了一些東西 我永遠會覺得那裡是回算處 車子永遠在那裡繞圈下去 誰不知有一天 我剛剛過了七月節還是什麼 我看到有一對很老的公公婆婆 圍著那棵 所謂我以前覺得的陪旋處 我知道是有一個洞 那兩個人 是公公婆婆 在那裡拜祭那個洞 很有趣 我很差勁 當然好奇 因為那裡有些棵樹葉 有時候棵樹葉擦屋 那棵樹葉是野生的棵樹葉 不知道是誰還放的 我永遠有棵樹葉 就是去拿的 但我很有心 我剪完之後 我扔了一堆銀 當作是自己買 我會扔十幾十元 當作是自己買 誰可以收拾也好 然後我以為永遠那天有棵樹葉 那天看到公公婆婆在那裡拜 她說下面 那個洞下面有個墳墳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因為她在那裡拜 我覺得很神奇的 她問她這些拜的 為什麼拜這個墳墳呢 那是否她的家人 她是家人 她是祖先 為什麼這個公公婆婆 其實已經移民很多年了 即是移民幾十年了 回到香港 拜祖先 是沒有立碑的 沒有立碑 以前古史人是沒有立碑的 沒有立碑 根本她沒有在拜 沒有人知道中間有一個墳墳 所以說在風水學上 我們經常說風水 像現在這樣 現今世代 普通沒有已經家人 一定要有墳墳 物碑立隨是很重要的 其實回來看古時的東西 而它就沒有立碑的話 那你怎樣使得 你這是 caval 性能吧 沒有人家 是 mercen 有棺材擺對 沒有這樣說 棺材是落地的 摺地氣 seule 所以 Donna 天的气,所以一个天一个地是两个是相连的 碑的意义就是,立了之后就接收 好像WiFi,接收天线,一条天线 接了落地,你的棺材其实就是地下,就是等电视机 你位置对的,那个频道对的 我们的碑经常说,那个条线很重要 然后就要靠它收到那个电波 比如在很美的位置,那个度数 你收到很美的位置的那个气场 你气场收到之后,你直接接地气就落到你的祖先 即是你现在那个撞地的那个先人 那它的DNA,它会有影响到它的子孙的 譬如我儿子女女的DNA跟我一样,血缘一样 那它就受到这个大气,地气,天的所有的东西去护任它 其实那个意义是这样的 反过来,你的天线接得不好的 你没有天线就收不到啦 你没有天线就去看电视的那样 那如果这些情况没有碑,怎么办呢 其实那个落藏的日子就是最关键性的 落藏的日子就是断它生死 就是断这个没有的生死